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次是2012年4月27号 当时我上了房 拿着刀和汽油 拿着刀和汽油 就是他们所谓说的兵子户 你要坚决兵在这块土地上 维护自己的权利 因为他们 村委会说是一村一侧 其实我们那是一村一侧 你家里有人 有事 要不你后 就多给 或跟书记关系好 村长关系好 那就是你又没有权 又没有事 又没有钱 他就不想按照法律的规定给 是的 是的 那当时您家面积有多大 100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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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要按当时的市场价补偿 应该是多少 因为国家有规定 拆迁要按当地市场价的最高价来给 我们那是8千亿平米 8千亿平米 8千亿平米 你100平米 是他给我们的拆迁价 但是我们周边的 市场价已经 三四万一平米 那个时候是三四万 现在呢 现在五六万 而且他现在抢走我们的土地 卖出来的 第一块地卖了四十多个亿 第二块地卖了 是谁在拆迁的过程当中 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第一块地是鲁能 鲁能老板你知道吗 具体不太知道 黄地产公司的鲁能老板 应该是曾庆红的儿子 因为他购买了 他购买花三十亿购买了 山东的鲁能的 九百亿的资产 七百亿到九百亿 后来大家都知道 鲁能原来是他们 在北京还有一个优胜美丽 一大片开放也是曾伟干的 这些我都曾说了 包括上海大众汽车 在长江以北 所有资亥四点都是他 我们这儿现在还有没卖出的地 卖出这两块地都是当年的地方 那就是他投了十五个亿 然后身外的我十个亿 是用我们的宅基地帝 带回来的 这么来的 他拿这个钱 完了弄了你的地 完了再卖一下赚了四十个亿 是的 一七赚了四十 他用我们的钱拆我们的地 然后现在我们的地没有了 对 那他就想给你一平米八千 愿意在这儿 愿意拿就拿 不拿就给你强拆了 所以你才拿刀去 拿汽油去保护这个 是的 是的 我当时喊的就是 房载人在 房王人王 与房子工作 来一个载一个 来两个载一双 就是这样的 你原来工作是什么职业 我原来是幼儿园的老师 是吧 那幼儿园的老师都是很平和的 哦 原来是很平和 因为我老师嘛 所以他给我一个全村最低价的嘛 哦 所以你专门欺负幼儿园老师 哦 嗨 这现在没走的 还是也还有几个 八千一百平米八万十米八十万 八十万 八十万在你那儿也就买的 但是 厨房和卫生间 但是你想想 他还有 现在我们的公屋厕所 垃圾站 还有马路 葡萄 他是不给我们公开面积的 但是我们要买他的房 还要公开 现在我们的公开面积是百分之三十 如果你要买一百平米的 你只有七十平米 七十平米 而且每月还要交物业费 交正费纳费的 我们现在宅TT是永久 那你就是 给你的钱就够买一个厕所 都没空间的 住的房屋都没有 客厅更多 对 你要买商品房是这样 但是它是给我们回钱房 回钱房不是差 Lithium 不是 回钱房是没有产权的房子 叫小产权房 那你原来是自己的产权 你这也是自己的 你永久就是用权 可以租租 就被传下去嘛 但是现在不是 矫正宁王说好听的是矫正宁王 说不好听就是违章建筑嘛 违章建筑 对啊 他不给商品房 那就不让市场家给你嘛 是啊 而且他盖的房子的质量 咱们谁该相信呢 现在的国内的邓不渣 还没有住就倒了 怎么 房歪歪倒了 听说你拆仙之前 那个北京市领导去了 都是谁啊 哦对 当时的北京市市委书记刘琦 郭金龙还有一些领导 上我们村视察了很多次 那问题是他们在背后 给曾伟输送的意义 完了一夜之间就往里面产品 这就是他们背后的一些事情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我只知道他们上了北京 是新闻联播 每次去 他们明着去的时候上新闻联播了 没明着去那咱们就不知道了 那你站在房上拿着汽油 他们怎么着了 就没拆了 我拆了周边的人家了 那事后怎么拆了你家 然后第二次强拆的时候是7月6号 7月6号当时呢 头天晚上大概就知道信了 知道信了 然后呢 我有一些朋友在陪我 然后呢 在四点的时候 我前面的公交车站那个大院里就开始聚集了 用大公交车就开始拉人 我前面穿着那个一射黑的那种 就是他顾名的黑保安嘛 然后我就开始打110 一直没有人出警 110报警都不出 其实他知道你报警什么意思 对对对 都出警 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的 这有坏人 有坏人要抢我们家 我说你们要来 就是110要来保护我人民 然后呢 一直就不来 然后再打 而且还打 不光是还打1235 北京市长热线 对 也是国金龙那时候是市长 对对 然后他们后来应付 然后我就是要 在天该擦亮一点的时候 应该有4点半或5点的时候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要上来 我就让我的家人 我弟弟 还有我的一些朋友 让他们上房顶 这次我就没上房顶 然后我想 我在房子里 如果 他们冲进来 我就能宰一个就宰一个 反正拉电背的吧 然后我就在自焚啊 又不是真上 后来是 就是拼命了 对 我就拼命了 然后我最起码 不会连累 我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烧死在房子里 对 就是我一直 对着我的窗户 在喊话 在他们看我的时候 我都在泼汽油 然后喊话 你把汽油泼到身上 是的 烧到皮肤很疼 就是汽油 对 但是当时不觉的 和皮肤起化学伞 是的 是的 然后 你手是拿着打火机 还是拿着火 我的打火机 是搁着窗户 兜里都有 然后我这边拿着 他们看到的 呃 你教汽油的时候 那个黑保安看的 我是让他们看到的 村长和书记呢 对 都看得到 他们都看 对 那区长和书记呢 呃 呃 呃 区里的人 区长什么 他们可能是在周边 那那天来了多少拆迁呢 哇 那天 那天救火 救火车 救护车 拆迁 就搬家公司 还有 黑黑保安 据说有一千多 一千多对你一个 呃 不是 对其他也都没搬走的 还有 因为我周围没有的 但离我稍微远一点的 周围还是有 我姐家也没懂 哦 你姐家 我连美青也没有 你姐点气了 的 هو 他 他 他也被围了 他也被围了 他多大面积 他跟我是一样的 也一百米 对对对对 那你家就两百米 嗯 那你母亲呢 我母亲 我母亲在 还要自己占度的 我的霜面 我母亲在十四粮东东间 中间 嗯 那他的动情了吗 我妈是在我和我姐姐被强拆之后 也被拆了嗎? 沒辦法的情況下,簽字了。 那就是你和你姐的房子都被簽了? 那就是那天來的一千多人是拆了你姐的? 沒有,那天我和我姐都沒有, 因為在我鋪滿汽油的情況下, 他們沒有拆我。 拆了我周邊的四戶人家, 六戶人家,兩戶農民,四戶居民也沒拆了。 然後當時我真的很強烈的那種, 就當時,就像他只要他上來了,我就殺人。 我真的有那種衝動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沒拆我, 他沒拆我當時是那時七月六號, 然後才七月那些天, 過得惶惶不可終日。 然後很難受。 然後有一些朋友說, 這樣吧,我們給你看家, 你去外邊走走。 說再次行,要老那麼握淚去。 就是這樣, 我和幾個朋友去坐車到了前門那一塊, 天門那一塊, 六彎的, 看看天門的五星紅旗, 看看毛主席的... 為什麼看五星紅旗? 因為我生在紅旗下, 長在紅旗下, 我今天遇到這種事就沒有人能保護我。 那看毛主席有用嗎? 現在說來, 沒有人能管我, 能保護我。 他能保護你嗎? 你看了他, 你房子沒被拆嗎? 就因為我看了他, 然後他們說, 我們到這兒去徐徐姿勢, 然後把我們都抓了。 在天門抓了? 對。 然後給我們十個人分流了。 那就是你看紅旗也不行? 不行。 就是那事? 是。 那紅旗不是給人看嗎? 不知道, 反正我是不讓我看。 那把你關在哪兒了? 後來我們都去了天門那個邊上的分局, 然後跟我分流到了四個派出所。 你去了幾個人? 十個人。 十個人。 當時都是沒有被拆。 他就什麼都不說, 就是你看紅旗他就不幹。 對, 他說我們那個什麼擾事。 這個案子現在, 我這個案子, 在我出來的時間一直有這個案子, 我一直告他。 所以你告他了? 行政訴訟? 對。 行政訴訟是在法院嗎? 對。 那判了嗎? 我輸了。 已經判了你輸了。 對, 但是我二院好像判了我也輸了。 就是二中院判, 你也輸了。 是。 就是封臺法院和二中院, 對。 都不依法辦事。 就是你天安門是一個特區, 訪民不能來, 是這概念嗎? 來了就是尋釁滋事, 看看毛老人家也不行。 對。 都是尋釁滋事。 都是, 對, 社會知識。 你當時去了看還有什麼舉動, 其他舉動嗎? 他們說我們下跪, 我們沒有下跪了。 就是啊, 你們跪著了。 我們沒有下跪。 沒有跪, 那怎麼說呢? 就是跪著又走跪著, 跪著也有罪嗎? 是啊, 但跪也, 就是說。 國際來在良寧的時候調查一個, 一千多人都跪了, 最後良寧日報發, 跪著造反我們也要出離, 跪著是造反, 有點意思。 他們說你們跪著吧? 對。 你們沒有跪著, 事實上沒有, 是吧? 對, 因為有歲數大的嘛, 我們六十多歲, 焦地七十歲的老太太, 我們身體都不是很好, 因為差不多從一一年, 年底開始, 到他們這次維護, 我們經歷的太多了。 那個村子讓他們弄的, 就像個鬼村。 你們原來在十六村。 對,十六村。 現在改名了嗎? 現在, 現在因為他那個地方還, 就是房子都拆完了, 他們還正在建, 正在建高樓大廈, 正在賺他們的黑心錢。 賺他們的黑心錢。 對。 那把你送的天門, 分居留, 居留多少天? 他們就把我們, 把我送到了男員派出所。 男員? 對, 然後有人分了, 什麼體育派出所, 反正分了四個派出所。 嗯。 然後, 他們不給飯吃。 不給飯吃。 不給飯吃。 餓了多長時間? 嗯,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一直都沒吃什麼東西嘛。 嗯。 然後, 在辦事所我們也餓了。 然後, 讓他給飯吃, 他不給。 然後, 這是中午還上? 那說, 因為在裡邊也沒有時間嘛。 抓你的時候幾點? 晚上。 晚上。 對, 第二天等一天都沒給飯吃。 一天不給飯吃。 他們不吃飯嗎? 他們, 他們警察吃飯人就走了。 那就不管了。 輪著班人來, 輪著班人, 對, 就不管了。 就在派出所裡。 對。 沒有送看出所。 送了, 然後, 您聽我說。 然後呢, 我說我胃疼, 因為我胃本身就不好嘛。 然後他就帶我上醫院, 然後檢查, 然後回來之後, 硬部我拉到另外一個房間裡。 郭文在家裡。 我可以介紹一下子。 我拿來擴了一個房間裡。 因為我把房間裡。 我都不給你了。